就在昨晚 一代喷神主播小星 竟抓起了俘虏 并还让俘虏在自己的面前相互残杀 OK 干干 干他 回到游戏开局 小星像往常一样跳到了技岗 并从空头里开出了自己最喜欢的大炮 紧接着 小星在接连遇到两把维克托后 立马放弃了喷子 决定打维克托 果然 小星也是被近战王者维克托的射速所震撼 哇他个枪好 好恐怖 此时对面假车库飘下敌人 一向勤俭节约的小星 也是舍不得浪费一点大炮子弹 在确定有把握后 抬出枪射击 救他是吧 本想着可以一连拿下两个人头 没想到敌人却驾车跑路了 小星转手红点维克托 将敌人捕掉 刚一转头 防顶又落了敌人 小星自信掐雷 两颗手雷将敌人拿下 炸到了绝对炸到了 再来一颗他闭死了 就在小星将敌人补掉的同时 又有一名敌人 前往空头碰运气 不料运气并不太好 被小星直接送上了下一班飞机 看着源源不断的敌人 使得小星很是疑惑 哎呦卧槽 怎么那么多人 我这射圈 过去 由于射圈 跳往集装箱的敌人 肯定不会少 为了提醒敌人 自己将要过去 小星直接打出了信号枪 转瞬间 小星便来到敌人脸上 直接一个切车换位 将集装箱上面的敌人击倒 而另一名敌人 竟和小星完全阻碍 再遭到了敌人的反打小星 果断的切换大炮 以为我不打你呢 A妈 不以为我A妈不打你 捡到686的小星 又在前往空岛基地的途中 偶遇空头 由于空头里出现了弹匣 小星在将大炮装进弹匣 手持P90来到了空岛基地 就在小星向观众讲述 空岛基地 只有一名敌人该如何去打 却被一架老爷飞机打断了 游戏这种啊 就只有一个人啊 哎呦卧槽 什么情况 果然在小星跳下的瞬间 一架飞机东倒西歪的 在半空晃悠着 而敌人在看到小星落下后 也将飞机落了下来 双方展开了EV一波动 就在小星将敌人补掉的同时 静又意外发现了一把召回信号枪 这真是该需要他的时候不来 不需要他的时候 一个进的来 用一把召回信号枪 很快 小星又寻着敌人所打出的信号枪 来到了桥头的房区 果断地用P90朝敌人打去 看到敌人躲到房里 小星迅速开门 破开房里示意 而敌人也从下面丢起燃烧瓶 再听到一名敌人已拉到外面 小星果断地用P90 将敌人连塔带走 随着敌人的一波手雷过后 小星直接朝房里打出信号枪 给敌人来个心灵上的打击 占据高点的小星 也是使用686追击着下面的敌人 接连两次的马枪之后 小星终于是又将一名敌人击杀 面对着最后一名敌人 小星果断地冲到房里 却发现 敌人已被小星的气场 打得躲到了外面 返回屋顶的小星 在发现蹲到墙角瑟瑟发抖的敌人后 随即一蹲打下 一转眼 小星在野区 发现了摇车站的敌人 大炮在手的小星 又岂能这么让他们轻松离去 随即便朝着 打得不亦乐乎的敌人 抠起了半击 然而几枪下去 敌人竟在自己眼前 全都跑进了房里 这让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脱的小星 很事物 对此 小星果断地驾驶 飞行一围了过去 并在途中将一名 趴在草里的老六击杀 随即便在山坡上面的石头 后面停了下来 来了 家人们 转瞬间 房顶的敌人就被补掉 而另一名敌人 也因没有得到及时的 施救流血霉了 紧接着 小星掐起燃烧瓶 对付脚下的敌人 又遭到了躲在围墙 后面的敌人扫射 可很快小星便趁敌人 躲在掩体后面 直接一个燃烧瓶将敌人烧倒 由于围墙后面的敌人 命死不屈 使得自己被另一名敌人点杀 小星在转移到对面房里后 也是成功地找到了凶手 哎呦 这么凶啊 这么凶吗兄弟 古德拜 拜拜了你呢 随着圈的越刷越小 小星在鱼村的大汤 发现了一名开枪的敌人 由于对方的暗号 打得不是很包准 小星顿时开始提 这是干啥呢 谁啊 能听到吗 因对方并没有开麦小星 在确定了敌人位置后 直接丢起了守卫 而对方却收枪跑了过来 开麦开麦 紧接着 另一名敌人也围了过来 在不确定对方 是敌室友的情况下 小星迅速地将敌人击倒 这你队友吗 那是你队友吗 那是你队友是不是 你这队友 你把你烂你队友 把枪也丢了耶 在得知对方无法开麦 小星只得劝他让队友丢枪 可粉丝在将队友 拉起后 直接就朝小星扫了过来 无奈小星再次将袭击倒 快点 此时 粉丝出拳比划着 让小星把队友打了 小星也是明白粉丝的意思 在看到马被卡住后 小星只得带着粉丝徒步进圈 在一番寻找过后 小星终于是找到了最后一名 有麦吗 有麦吗 哈喽 有麦吗 哈喽 看到敌人如此暴躁 小星便开始了抢道理 你是不是疯了 我问你有没有麦 你是不是疯了 然而 敌人却在小星打出信号枪之后 直接冲了过来 为了能俘虏对方 小星立马一枪将其击倒 紧接着开始了NV地尸 坎克伊扎克 你是不是疯了 随后 小星将金马听到敌人脸上 防止敌人再次出枪 你是不是疯了 你还开枪 你还开枪 我揍死你啊 我现在命运 你马上把枪丢了 要不然我再揍你一顿 你信不信 果然在小星的脸哄呆骗后 敌人也是收起了枪 而此时 粉丝也跑了过来 上来就掐起手雷 要为小星出气 这立马把小星吓坏了 万一来个恶意组队 自己岂不是千古其冤 别别别别 别 别啊 俘虏 别打了 别打了 OK了 OK了 对方确实也是个急脾气 在看到自己没有获胜的希望后 直接跑进了足圈 小星只得苦口活心的劝着 你别 你进来 你先进来 孩子 有话跟你讲 于是 小星便让两个俘虏拼拳 谁获胜 就会得到奖励 你俩谁打过了 我家谁好友 好吧 我战胜 来我给你 我给你药 给你药 对你打药 考虑到比赛第一 友谊第二 小星安排两名俘虏 增加一下感情 好为后面的头破血流 做准备 你们先握手 来先握手 别开车了 先握手 过来 过来 你去哪啊 这孩子他妈不听话 你这孩子 在看到对方如此不听指挥 小星也很无语 而粉丝可不惯着他 两三下便将其解决了 先握手 这孩子这么毛躁呢 OK 干干 干他 随后 小星也是与粉丝拼起了锅 可粉丝根本不是对手 在粉丝自救的同时 小星便决定把鸡让给他 来 我给你让鸡吧 你给我打了吧 我给你让鸡 粉丝却并没有打小星 而是默默地跑进了毒圈 此时的小星 是多么想把鸡让给粉丝 可还是被粉丝的真诚所打动 小星不得不吃鸡了 别动 我 给我扔头 干了 对对对 啊 对了 我加你去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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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